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是2016年1月9日 现在是晚上20点07分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陈某人 刚刚在回来的时候 发现园区里的路灯都不亮了 可能是屋叶的缘故吧 也正是这一次停电 让我想到了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我的农村老家 没到过年的时候 我都会回到老家去过年 村子里依然还是一样 没有路灯 一到夜里 全村几乎是一片漆黑 只有路边人家的电灯 微微地发着若光 我们那个村 到了晚上 没有人自己一个人出来 所有出来的人 都是成军结队的 去小买点打牌的 记得那年我才12岁 因为是本命年 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这个岁数的小孩 非常烦人 总感觉自己长大了 牛逼的不得了 瞧不起大人 那年冬天 我照例回到老家去过年 在我爷爷家 看我爸爸和叔叔们 三大一 因为是过年 平时他们也是难得一句 看这架势 准时准备到通宵的 到十点多的时候 我老婶 就让我去我爷爷那屋睡觉 因为我是从小 被我姥姥看大的 跟爷爷基本上没什么感情 也因为当时正值是青敦期 感觉跟别人住在一个炕上 肯定睡不着 就死活不干 也因为我姑姑家就在村头上 离我爷爷家也不算太远 而且她家呢 我的姐姐那年去支边了 过年没有回来 我就想到她的闺房里去蹭一袖 而我老婶说太晚了 要送我过去 我是死活没让 而且还很欠干的跟她人家解释 这都什么年代 你们还这么迷信等等 我老婶一脸无奈的看着我爷爷 我爷爷倚在炕上 叹了口气 给她个手电 让她去吧 现在想起来 因为我爷爷从小都没看过我 我也是第一年来到这 所以不好说什么 而且我爷爷知道 年轻人不吃点亏 是不长技巧 临走的时候 只是盯住了我一圈 到了你大姑家 给你爸打个电话 我拿起手电 头也没回的就走了 而且心里边觉得很刺激 在城里待了那么久 根本就没有走过夜路的感觉 这一下 我可得好好感受一把 从我爷爷家出来 转了几个弯 我就上了大道 那条大道走到头 就是我大姑家 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还好 因为刚刚给农村妇女 上了一堂课 教育她们破竹迷信 但是走着走着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本应该一会儿就到的路 怎么感觉走了好久 都没有到头呢 当时的第一感觉 是自己喝多了 因为晚上是吃饭的时候 装大人 敬了我爷爷一杯白酒 我老爹当时 是看在过年的份上 没搭理我 现在想想 再走一会儿 应该到了吧 但是越走就越心慌 因为我发现四周的人家 没有一家是开着灯的 要是平时 这也没什么 但是大过年的 总会邮寄护利亚里 来亲戚 像我爷爷家一样 玩到很晚 本来想掏出手机 给我爸打个电话 但是一想 这样太丢人了 继续走了一会儿 感觉又走了五分钟 还是没有看见我大姑家的房子 而且周围 却黑却黑的 两旁的房子 黑黑的轮廓 几乎是一样的 四周安静的出奇 连声狗叫都听不见 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 说什么也不能要面子 拿出手机 就拨我爸的电话 可是等了好久 都没有打通 原来是没有信号 这回我彻底的慌了 刚才出门时 那牛逼哄哄的样子 一点都没有了 我转过头去 向我来的时的方向 一顿跑 一心想着赶紧 陪到我爷爷家里 可跑着跑着 迎面走来了 一个小孩模样的身影 我当时一个急刹车停出来 那小孩走到离我不远的地方 就停住 我颤颤巍巍地问了去 你是谁 结果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 传了过来 是大哥吗 我一听顿时放松了 原来是我老叔家的小妹 她比我小五岁 这下牛丫头 跟我特别亲 因为每次我回到爷爷家 我爸都会给她买好吃的 而且逗她说 这是你大哥给你买的 每次这小丫头呢 也都当真 我说 是你妈让你来的吗 她嗡了一声 说 怕你找不到她姑娘 说着 就走到了我的前面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她低下了头 我以为她冷了 也没多想 就老老实实地跟在她后面 刚才还不可疑似的我 现在把一个七岁的小孩 当成救星 但是走了一会儿 她就转弯了 我当时特别的疑惑 因为去我大姑家的路上 是一条直线 怎么会转弯呢 但想了想 可能是我记错了 要不 刚才走那么长时间都没到 肯定是天黑走错路了 前面的小孩突然间 哪声哪气地说了一句 哥 你叫啥呀 我刚想回答 他猛地一惊 感觉不对头 因为我老叔是个农民 没有文化 所以 他出生的时候 是我爸给起的名字 我叫东宁 他叫东方 我二叔家的小妹 叫东瑶 家里人还从小就做豆子 东阳是谁 东宁是谁 但你又叫啥呀 所以 他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我的名字 而且 这大半夜的 家里边怎么会让他 一个小孩 出来给我带路呢 我当时就站住了 并且向后退了一步 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他可能是感觉到 我的动作 接着问我 哥 你叫什么呀 我当时连问了一句 你到底是谁 我悄悄地往后退着 因为没有呼 得到回答的他 好像生气了 声音加重了一些 再没有之前的 哪声哪气了 而且声音特别的长说 但绝对不是 我妹妹的声音 哥 你叫什么 我大叫了一声 赶紧往回跑 没有目的地奔跑 也不知道是 前方是什么地方 但只要离他 越远越好 可我跑了不久 突然间前面 扑上来一个黑眼 我一个跟头就被他扑倒了 说实话 当时我都吓尿了 在我倒地之后 紧接着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我紧闭着眼睛 不敢睁眼去看 心想 这下死定了 但不一会儿 也听见有人叫我 大哥 大哥 是我妹妹的声音 而且听到了脚步声 我强装地站着嘴 把眼睛睁开一条小缝 两束手电光 照了过来 不一会儿 我就能看清楚了 这一回 真的是我老门 因为后面跟着我老婶 还有我爷爷 而夹在我身上的 正是我老叔家的那条大黄狗 这畜生块头很大 两条前爪子搭在我身上 压得我有点窒息了 我老妹跑过来 一脚就把他踢开了 这时候我老婶也过来 把我扶了起来 我惊魂未静地看着我老婶 我老婶仍然是一脸的无奈 而我爷爷那时候身体不好 有轻微的哮喘 冬天基本上是不出门的 这时 他已经吸入了很多的冷空气 正在不停地咳嗽 我害怕的同时 也感到了深深的内疚 当我爷爷咳嗽了一会儿说 回家 我从小到大 没把爷爷的家当成过家伙 但是现在恨不得 马上就回到家里 在回去的路上 我老婶一手牵着我老妹 一手牵着我 我顿时感觉到 他那双粗糙的大手 真的是特别的温暖 而我爷爷牵着大黄狗电后 让我们走前面 他岁是大 在后面慢慢走 事后我才知道 那是爷爷在后面保护我 而且我隐隐约约的听到 爷爷在后面不停地讲话 但是当时风挺大的 而且离得也远 没听清楚说的事 终于到家了 我和老婶还有老妹进了院子里 没一会儿 我爷爷牵着狗也进来了 当我爷爷进来之后 我老婶把大门关上 一行人才进到屋里 我爸和叔叔们继续战斗了 问了就干啥去了 我老婶就说 冰冰找不到大姑家 我们去把他接回来 我爸看见我爷都出去找我了 就跟我说 你在你爷那屋睡觉吧 别嘚叨了 我早就粘不了 就跟着我爷回屋 上炕之后 我就脱衣服准备睡觉 可脱下裤子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刚才尿了 而且把棉裤都尿透了 外面那一层都已经结冰了 我爷爷没说啥 就从柜子里边 拿出了一套新的内衣 那是我爸爸给他买的 他一直也没舍得穿 虽然有点大吧 但是总比光着屁股强 我老婶把我的棉裤 拿到炕上晾着 这时我爷爷 叫我老婶也去休息 看他们打扑 谁饿了 给煮点饺子 然后问我吃不吃 我说不了 过了一会儿 饺子煮好了 我老婶给我盛了一碗饺子汤 喝下去 暖暖的 当我老婶把碗端走之后 就出去了 可我老妹非要和我一起睡 我爷爷使了个眼色 我老婶就把他抱走了 等他们走了之后 我爷爷让我下坎 然后来到了一个小门处 走了进去才发现 里面还有一间小密室 这间小密室也没有什么神秘的 无非就是在房间里 用焦合板 又隔开了一间小屋 在焦合板上铺了一层墙纸 留了一扇小门 看上去就像一面墙一样 当我爷爷把我领进去之后 我看见里面的空间不大 也没有灯 只有一张桌子 上面供着一个像 旁边点着两根蜡烛 当时就知道 男的应该是佛 女的就是观音 所以误以为那个像 就是观音像 等长大了之后 我爷爷才告诉我 那是咱老刘家的保家仙 我爷爷给他上了三炷香 并且让我跪下磕头 如果这是白天的话 我肯定不会 但是因为刚经历过 那件恐怖的事 我也就老老实实的照做了 磕完了头之后 我爷爷对着那像 开始说话 老太奶 我一直没求过你 今天无论如何 你要帮帮忙 我可就这么一个孙子呀 爷爷看似平淡的话语里 夹杂着许些的悲伤 当爷爷说完之后 就一直看着像 因为我是跪着的 而且那桌子比较高 也看不到像 不知道爷爷看见了什么 但是我看到爷爷 嘴角微微的一笑 就说了 起来吧 今晚跟爷爷睡 啥事没有 我们从密室里出来 爷爷拿着一把小锁头 又把门轻轻的锁上了 锁上之后 就让我上炕睡觉 我说开着灯行不 爷爷说行 我和爷爷并白 躺在炕上 有几次 爷爷想搂搂我 但是都把手 搓了回去 我感觉到挺心酸的 他可能觉得 从小都没有抱过我 对我有些许的亏欠 而且时间越久 就越生疏 但我毕竟是他亲孙子 他不讲生疏 可惜没有办法 这种无奈 真的非常的虐心 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 隐约听见敲窗户的声音 就在我刚开 睁开眼的时候 瞟见的一道白光 从窗户上穿了出去 我爷爷见我醒了 就摸着我的头说 没事 睡吧 有爷在 谁也动不了我孙子 第二天 我就和爸爸回家 爷爷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 并且叮嘱我爸 最近几年 不要带我来 也没有告诉我爸什么原因 我爸问他为啥 我爷爷就随便编了一个 说农村冬天冷 夏天蚊子多 等孩子大点再回来 于是我就和爸爸 一起回了城 大概过了四五年吧 我们再次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 我问爷爷这件事情 爷爷才告诉我 那年是你本命年 可能是冲到什么了 以前村子里有个疯子 因为冬天晚上没找到家 就冻死在外面了 还好 你这孩子挺机智的 没告诉他 没告诉他你叫啥 而且那天晚上 白老太奶出手帮忙 才没啥大事 我要问白老太奶是谁 我爷爷就告诉我 啊 白老太奶 是咱们东北五大仙之一的 白大仙 就是刺猬